我觉得日本女生口中的聚一下啊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假期的最后一天 日本同事说要一起聚一下 我以为聚一下就是吃个甜点什么的 结果她却带我来到了这个长满屈起饼干 和巧克力的情侣酒店 说只有在这里面 才能尽情吃饭唱K 又不会打扰到别人 一楼还有自助巧克力可以随便吃 可这两小时一万多的价格 真的是让我望而却步 出酒店以后 为了补偿她 我就在附近的无人咖啡店 想也没想就给她买了杯热咖啡 小票上说只要这个12号柜台灯一亮 就可以去取咖啡了 还挺快 给她的时候她一摸这是热的 就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杯套 还有人随省带这玩意儿 说等会路上晾凉的再喝 一开始我觉得大冬天 喝不了太烫的东西也挺正常的 直到她带我来到了这家 就像要在冷分钟排很长时间 也一定要进去的网红餐厅 进去以后你会发现 这里的天花板上是熊 椅子上是熊 桌子上是熊 就连上来的锅里还有熊 隔离板上还放着熊耳朵发桃 赶紧带上厮食 接下来是令人期待的上菜环节 除了屈指可数的几片肉以外 还有一盆看似很茂盛的草 赶紧虾肉碗腻 刚涮好的肉 沾上这万能芝麻酱 一口塞到嘴里 快要结账的时候 看到日本同事拿出保温杯 还有这熟悉的杯套 我才反应过来 原来他刚才想要的是冰咖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